再躺一会儿还是去洗漱 再 洗漱 这回蓝忘机将人松开了 魏无羡一溜烟地下了床 直奔洗手间 蓝忘机早就不想躺了 起身刚要下床 就注意到了魏无羡的手机 屏幕亮了又亮 看着像是谁的消息轰炸 想来大概率是江城 江城是个难缠的主 蓝忘机眯起了眼睛 魏无羡的手机屏幕 没有设置新消息的内容隐藏 所以蓝忘机能看到 最新的那条消息 果然是江城 完了魏无羡 我现在不能执念老大了 没一会儿 江城又发来了新消息 他加你微信了吧 没跟你说什么吗 蓝忘机眼神微变 又看到江城的一句 要不你把他拉黑吧 就这几条消息连起来 蓝忘机虽然猜不到 到底说的是什么 但已经对老大那个人 有了一定的偏见 忘机 你去洗吧 魏无羡一出来 发现蓝忘机还坐在他的床上 他们不只是室友了 魏英 江城给你发消息了 那个老大是谁 魏无羡的第一反应 就是心虚 好像他已经无缝适应了 他与蓝忘机的新关系 所以才会很怕蓝忘机 知道江城的那个室友 像是出轨 劈腿了似的 就江城的室友 见魏无羡眼神躲了一下 蓝忘机的反应特别快 直接问了句 就你昨天见到的那个 魏无羡前两天都在江城那 原本蓝忘机这种话 也不过就是很正常的 可在心虚的魏无羡这里 就成了有所值 我跟他都没说几句话 蓝忘机笑了一下 猜了个大概 朝魏无羡勾勾勾勾手指 对方就像着了模式地走了过来 继续示意魏无羡坐下 对方依旧很配合 看着就相当乖 蓝忘机摸了一下魏无羡的脸 轻轻你捏了捏 凭着自己的猜测说 我们家魏英太好看了 走到哪都招人惦记 被戳中的魏无羡更心虚了 他却不知道 此时的蓝忘机 已经觉得很有必要 以后连魏无羡的手机 都需要监控了 电话 短信 各种社交软件的消息 都要在他随时可查的控制范围内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魏无羡的话刚开个头 就意识到了不该说 他原本想说 怎么上大学了 同性恋这么多 转念一想 蓝忘机不也是 现在连带着自己不也 可想了一下 也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好了 蓝忘机也不逼着他说下去 而是搂上了魏无羡的腰 声音里藏着蛊惑 你有他的微信 魏无羡如实道 加过 但基本没怎么说过话 蓝忘看似好脾气 实则机阴阳怪气 加过 基本 没怎么说过 魏无羡就很主动道 要不我现在把他删了 主要是有江城在 我怕对他们的关系造成影响 我倒是无所谓 为了达成目的 蓝忘机也顺着话就说 我认为 江城应该也不想跟他再好好相处了吧 魏无羡咽了口口水 在他看来 蓝忘机很会拿捏人心 明明与江城根本没打多少交道 可就是直接猜中江城的心思 所以他会不会也看出江城对他有敌意这一点了 我觉得有可能 蓝忘机没再说什么 微微扬了扬下巴 魏无羡就鬼使神差地拿过了手机 在他的注视下删除了江城那个室友的微信 删完后 魏无羡还看着蓝忘机等待对方的反应 蓝忘机看似满意地亲了一下他的脸 没几天就要到魏无羡的生日了 因为上次生日的事 魏无羡已经对这个日子有阴影了 甚至都不太想过 但他清楚 姐姐和江城一定会给他过生日 并且 江叔叔和阿姨 即便是在上班 也会抽出时间给他打一个电话 不仅如此 还有高中同学们的一些生日祝福 今年还多了一个蓝忘机 想来时间久了 总会把那个生日忘了 江城一早就给他发视频了 说他过生日那天 打算来魏无羡的学校 这次要在校外开个房 心里盘算着如何布置 生日礼物也准备好了 魏无羡很清楚 如果告诉江城 周末再来 别折腾 他肯定不会同意 索性就答应下来了 至于在外面睡的问题 想来江城市 真的很不愿意与蓝忘机共处一事 过生日奢侈一把也没什么 但那天不能先跟蓝忘机吃饭 然后再跟江城吃吧 把俩人放到一起就吃一顿饭 魏无羡觉得蓝忘机这边完全没问题 但江城一定会吃得不开心 所以他打算从好说话的蓝忘机这边入手 男朋友 这还是他们谈了三天恋爱以来 魏无羡第一次主动叫他男朋友 蓝忘机很直观地感受到 他就是有所求了 不过 凭他对魏无羡的了解 所求也不回会是什么的物质的东西 蓝忘机不接话 暗灭了平板的屏幕 一副等魏无羡说下去的样子 魏无羡觉得 怎么着都是想做蓝忘机这边的工作 即便没什么大事 可换为思考男朋友的生日不让参与 谁都会闹脾气吧 所以自己应该主动献献殷勤 索性坐到了蓝忘机的腿上 对此 蓝忘机还挺满意 大手顺势摸上了他的屁股 反倒是把魏无羡给弄得短暂地愣了一下 男朋友今天 很主动 魏无羡放弃了勾住蓝忘机脖子的念头 这种动作 现在对于他来说 还是有些太亲密了 虽然他们更亲密的事都做过 但还是不一样的 听完魏无羡的一顿解释说明后 蓝忘机很明确 不管他做何反应 魏无羡都还是会跟江城出去过生日 这一点不会改变 说白了 现在在魏无羡的心里 自己是没有江城的分量的 这很正常 不想接受也要接受 可他不允许还有下次 所以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为自己扳回点什么 所以他没有直接说可以还是不可以 而是反问道 你跟江城就那么好 我这个男朋友也比不了 蓝忘机的这种反应完全在魏无羡的预料之内 也属于情理之中 他需要好好哄一哄自己的男朋友 你俩不应该比 江城说是我亲弟弟也不为过了 蓝忘机忽然打断他 那我是嫂子 魏无羡没忍住笑出了声 蓝忘机忽然就把他抱紧了 抓着他的那只手也更用力了 魏英 江城是不是不喜欢我 他喜欢你不就坏菜了 魏无羡试图用开玩笑的方式将问题遮掩过去 但蓝忘机不吃这一套 我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对我有敌意 因为他觉得是我抢走了你 一时间 魏无羡就没了上一秒的从容 连忙解释 不是 江城是直的 他跟我不可能 不是 绝对不是 急什么 没说你们是 蓝忘机紧接着就开始询问生日那天 他们的安排是什么 魏无羡如实交代 蓝忘机点了点头 像是在思考什么 那第二天我去接你上课 总可以吧 没想到蓝忘机忽然就这么痛快地答应了 喜出望外的魏无羡 主动亲了一下蓝忘机的额头 动作还挺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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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